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记得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我蛮感谢一个老师的 那是我的班导师 叫做李璧璧老师 为什么会那么感谢他呢 因为他 对我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对我现在的工作 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在我四年级的那个时候 他是我们三四年级的班导师 然后在四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啊 校外有一个厂商 那一年呢 刚好是润年 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 然后那个厂商呢 就到我们教室来推销一本 日记本 那那本日记本呢 很特别 就是有一则故事 然后有一页空白 然后再一则故事 然后再一页空白 那总共有三百六十六个故事 有三百六十六页的空白 也就是说 那一本日记本呢 你只要写完它 你就是写完三百六十六篇日记 那因为那一年的关系啊 因为小学的时候我都是那个班上的那个好学生 所以呢 我是班上模范生 所以呢 老师问说 那有没有人要买这个 这个这个日记本啊 那我当然是要说要啊 我不好意思说不要嘛 对不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硬着头皮就买下那本日记本 那后来呢 我因为既然买了嘛 那老师也给我们奖励 就是只要你每天都有写那本日记的话 那每个礼拜呢 你就把日记拿给老师看 那老师也不会看内容 老师只是稍微翻一下看 你是不是确定有写日记 好 那你一旦有写 每个礼拜拿给老师看的时候 那老师就给我们一本 作业本 空白的作业本 生字本 那那个生字本呢 对我们有很大的奖励作用 我记得在我小学那个时候 一个生字本 一本生字本大概三块钱 只要三块钱 可是 价值不是在那三块钱啦 而是那个荣誉感 那个荣誉心 所以我每个礼拜都把我的日记本 拿给老师看 那老师就会发给我一本 生字本 那我就很开心啊 就有拿到奖励啊 就很开心啊 那 在不知不觉中呢 那一年过完了 那我也确实写了三百多篇 三百六十六篇 几乎都写满了 三百六十六篇的日记 结果呢 在 第二年的时候啊 老师开始告诉我说 你刘芳芸的作文进步很多耶 就是我以前其实很怕写作文 非常害怕 非常害怕写作文 小学的时候 然后 说话课呢 我也很讨厌上台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要上台去说故事 那我 根本脑袋空空的 我不晓得怎么说故事啊 那我就很 很痛苦嘛 所以我三四年级那时候 最讨厌的就是说话课 我很讨厌上台说话 然后很讨厌上台去讲故事 如果说要去 背什么 堂诗三百首 那还好 我背东西 我OK 可是 叫我上去说故事 我就很痛苦 那 那个时候呢 写作文对我来讲 也是蛮痛苦的一件事 可是就在那本日记本写完之后 我一直慢慢在进步 那老师又告诉我说 诶 刘芳云现在的那个文词很通畅啊 然后 作文写得很流利啊 这样 我自己是没有感觉 我自己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那时候年纪也很小 那 我 最大的帮助是那本日记本 那 那本日记本写完之后 我的作文能力就进步得很快嘛 进步得很多 可是呢 在写那本日记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我是很痛苦的 我是很痛苦的 因为 我那时候是模范生 所以 我拉不下那个 我觉得没面子嘛 如果你没有去完成这个 这个 每个礼拜 一定要 给老师看这个日记本嘛 我如果没有完成 我每天的日记的话 我觉得很没面子 所以我一定要完成它就对了 可是那时候呢 我怎么去完成它呢 那本日记本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因为它 我刚刚讲它 每 每一天都有一则故事 然后一夜空白 让你自己去写 所以我那时候呢 我每天就看一篇它的故事 然后 我当天没有灵感的时候 我就是 改写它的故事 或者是从它的故事里面呢 去 发想 我生活上的事情 跟那篇故事有没有关联性 然后我去 改写那篇故事 或者是真的想不出来也不会改写 我就抄那篇故事 只是把那个人物换成我自己 然后我 看完之后 我抄一遍 那则故事 所以我在这一年里面 虽然感觉有点痛苦啦 可是就因为这样子 做的能力就进步了 那它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 我现在的工作 我现在工作 比如说我们要写部落格 要写文案 要卖东西 要卖产品 你都一定要 要写 写文案嘛 要去描述这个产品嘛 然后要去 描述这件事情 或是描述一件故事嘛 所以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哦 就是在那个四年级的时候 写那一本是几本 那由这件事情哦 我就想到一件 罐头简讯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呢 就是 在好几年前的时候 我们也会倡导 简讯行销 email行销嘛 对不对 反正 反正这个沟通工具 不管怎么变啦 你都离不开 跟人沟通的那个文字界面嘛 对不对 那很多朋友就会问说 那有没有罐头简讯 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自动跟进系统 就是自动发送简讯或自动发送电子邮件嘛 那有就很多朋友会问说 哎呀我不会写东西啦 你你有没有那个饭本给我就好了 比如说我每个月都要固定记忆封信 或记忆封简讯给我的交换来的名片啊 或者是网路来的名单啊 我不管 那我定时要发这个电子报给对方 可是我不会写文章 那你那个软体 OK 你在卖那个自动跟进系统的软体嘛 那可是内容我可不可以不要自己写 你直接连那个内容都给我好了 当然有这种东西啦 只是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人生很糟蹋 就是我们今天身在这个人世间 我们本来就是应该来开拓新的东西 来创造新的东西 甚至来改变这个世界 可是你去沿用别人的东西 连这些工具的内容 content 你都要去抄别人的 那都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都已经成年了 那你还要去抄别人的东西 甚至沿用别人的东西 来转发别人的东西 结果你自己完全想不出东西 写不出东西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生过得很可惜 会不会很可惜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去旅游好了 很多人喜欢去旅游 那有一种是走马看花式的旅游 就是跟着旅行团 然后走马看花 然后shopping 写拼东西 买东西回来 那行程排得满满的 可是呢 结束了这一趟旅行之后呢 你会觉得 好像很丰富 每个地方都去过了 好像都有玩到 但是心灵之旅不见了 好像没有真正的去体验 没有真正去体会到 去某个地方旅行 应该产生的一些观念和思考 或者是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 好像没有 那就好像旅行好像一种 这种叫什么 这种团进团出的感觉啊 它很像是一种 罐头简讯一样 就好像一种罐头人生 就是人家这样做 我就照这样做 啊这样回来 我就照这样回来 那跟深度旅游 自助旅行就有点差别嘛 那我们在做网路行销 的时候你会 你应该去想到这一点 就是我今天要去行销一个商品 或者是行销一个理念 或者是推销自己的个人品牌 或者是公司品牌 这件事情并没有办法用 罐头自私化的讯息 来取代你要做的事 你要想想看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我们都在强调 企业之间要有差异化 甚至你个人跟个人竞争者 同一业之间 你都必须要差异化 那你怎么还可以想说 我用罐头的讯息来取代 然后不要去想那么复杂的事情 那你就想要这样子就想要赚到钱 其实这是 这是蛮违背的啦 蛮违背这个原则的 就是你今天 商业原则 你想要赚到钱的原则 当然就是你要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彼此要有差异化 如果都一样的话 那人家跟他买 或者是跟你买 那有什么两样 没有不一样啊 所以到最后你是不是只能够 又用那个 比较便宜的这种 最低等级的招数来招揽生意呢 这是最不好的状况嘛 那既然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差异化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要用这种 去购买这种罐头的讯息 或者这种范本 来发送 来利用这些工具去发送这些讯息 这是 或者是你专门在转贴 我最常看到人家 比如说LINE或脸书啦 我经常看到很多转贴讯息啊 那这些转贴讯息呢 我以前有讲过嘛 这些转贴讯息 其实它没有办法代表你自己 它既然没有办法代表你自己的话 那你转贴这些 这些名言家具 或者是很令人动容的故事 那都跟你没有关系 那都跟你没有关系啊 你这样不叫做行销 这样只是在做转贴而已 对你没有任何加分的效果 这个以前有讲过嘛 在行销的过程中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去思考 要去发想 要去创作 如果你没有去思考的话 如果你没有去思考 那每一件事情你都会 你都会有一种心态就是 怎么样最快 怎么样最快能够达到的效果 怎么样可以走捷径 那你的人生会过得很没有意义 而且很没有乐趣 更重要的是你不会有成就感 不会有成就感 那你觉得说管他的干嘛要成就感 赚到钱就好啦 事实上是刚开始可能用一些方法走捷径 可能会让你赚到钱 但是接下来的痛苦会让你痛不欲生 就是你可能只一开始赚到一点钱 之后你再用一样的方法 你就很难再赚到钱 很难再赚到钱 那我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例子啊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这个还在学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的第272页啊 他这边标题是没有体验的人生 他说父母对子女的学业和才艺定定的高标准 并投注了大量的心力全方位的辅导 让孩子的青春岁月 好像在参加制式的旅行团 留下了一堆记录 却没有尝到酸甜苦辣 那大陆的青年作家 韩寒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 2010年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200名候选人名单 获奖的时候才27岁 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公共知识分子 他的部落格的访问量 中文世界是第一名 也是一个冠军职业赛车手 他的学历只有高一 而且没有毕业 他的高一读了两年 而且七科都不及格 然后呢 这个作者 他发现啊 这个韩寒这个人 他有六大特质 他可以亲近大自然与自身的本性 勇于体验人生 对现有体制和流行价值 保持警觉 具备体制外的学习能力 拥有 不同流俗的人生观 还有少年立志并乐于实践 他说他有这六大特质 那一个高中都没有念完的青少年 竟然拥有六项未来领袖的特质 非常令人意外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问 假设韩寒在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压力和期望下 明列前茅的一路做好学生的话 那他这六项领袖特质还会剩下几项 这反映出很多我们教育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不是谈教育的问题 那个题目太大 那不是我的能力可以谈的 我只是希望说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行销这个行业里面 它很有趣 就是行销它其实涉及的并不是赚钱这件事而已 它是一种影响力的发挥 每一个人都在行销自己 不见得是在赚钱 你在行销你的理念 你在行销你自己的形象给别人 你在行销你的思考给别人 传递给别人 那如果说你没有去做思考 没有去做创造 那你在行销这条路上 你就会走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而且非常非常的没有成就感 即使工具一直在翻新 网络行销的工具 因为它是软体 很多网络行销的软体工具 一直在翻新 你即使每一个工具的技术 你都有跟上 但是你最重要的中心思想 思考创造 你都没有去培养锻炼的时候 那再多的工具 再好的工具 对你来讲都只是一时的 它都只是一时的 完全没有办法去树立你将来的事业 你的事业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那跟大家一起共勉力 我们其实你可以像 我小时候那个方式 如果文案能力不好 或是不会写文章 那也许你可以去上一些文案的课程 或者是就算你不上课 用最头发链钢的方法 很简单就像我小时候一样 拿个你喜欢看的书 多看一些书 然后你觉得这个不错 你就把它抄下来 你把它打在脸书也好 你把它打在部落格也好 你觉得这个句子不错 这段故事不错 那你看完之后 你自己写一遍啊 描述一遍啊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 我就这样锻炼自己 锻炼自己啊 那从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 不要走捷径 不要觉得人家讲说 哎呀这边 这个方法简单啊 比较好啊快啊 然后你就去做 那事实上 你会一直换方法 一直换方法 一直换方法 然后你没有真正的 累积到你的实力 这样会很可惜 谢谢大家